什么是降维打击 降维打击到底有多可怕 在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中有过这样的描述 歌者闻名向太阳系发射了一枚二相伯 可地球舰队并不知道这个发光的小纸片是什么 经过研究后他们发现 任何物体都能从小纸片中间穿过 感觉不到威胁的地球舰队竟然开始在二相伯附近嬉戏打倒 当二相伯的光芒彻底消失后 灾难发生了 星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渊 二相伯周围所有的物体都被吸入了二维世界 变成了一幅画 这就是三维世界在向二维世界跌落 三维世界的物质在降维的过程中 还会释放出巨量的能量 在这股能量的催动下 二相伯的扩张速度极快 基本等同于光速 很快整个太阳系都被降维 每个星球都被平摊开 变成了一幅画 三体作者刘兹新在原著中是这样写的 太空舱仿佛是在滚烫玻璃上的一块冰激凌 底部中成一滩向各个方向扩散 那块玻璃是看不到的 只有太空舱融化后摊开的部分 才能显示出那个无形平面的存在 融化物在平面上摊成极薄的一层 发出妖艳的彩光 就像洒在平面上的焰火 众所周知 人类是生活在由长 宽 高 三个维度构成的三维空间 如果把高度这一维度撤掉 只剩下长和宽 这就变成了二维空间 要是想制服生活在二维空间里的生物 我们只需要在它的周围画个圆就行 因为二维生物只能在一个平面里 上下左右移动 它们没有高度的概念 理解不了怎么从这个圆上面跨过去 所以不管二维生物怎么移动 它们都走不出这个圆 四维空间就是在三维空间的基础上 加一条时间轴 在四维空间里 过去 现在 未来 是同时存在的 四维生物可以看到我们的过去 以及未来的发展轨迹 在它们的眼里 生活在三维的我们没有任何秘密 如果四维生物想要对付我们 那比我们对付二维生物还要简单 即使高维度空间真的存在生命 那它们大概率对我们没有什么威胁 低维度空间对于它们来说 并没有什么价值 就像是我们看不上二维空间一样 如果说有什么威胁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那一定是人类自身 我们的威胁地域 我们今次这种威胁地域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